ść 意思 這樣練會不會很困難 一個音 一個音 慢慢念 對一般小孩來說 輕而易舉的注意符號 五歲的家君 可是要學上幾百 甚至幾千次 噗 對 噗 再出去 再出去 噗 再一次 用力 噗 没有出去 再一次 再一次 噗 老師捡了一小碗短吸管 让家俊练习发 噗这个音 虽然纯恶烈修补手术已经完成 家俊脸上的小缺陷几乎看不出来 但要让人听懂他讲的话 还是一件困难的事 而这就必须要考专业的幼教老师来帮忙 一开始他是非常害羞的孩子 因为他会觉得很无助 我讲的话别人完全都听不懂 重复翻译给孩子听了之后 那同学也觉得说 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那久而久之呢 他就觉得说 这样好像别人都知道我的意思了 那也增加他自己一些信心 现在医学进步 治疗先天性的纯恶烈 小耳症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但后续的学习辅导才是漫漫长路 而是对一些本来就经济弱势的家庭来说 却是沉重的负担 他每天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就是把他们不完美的地方 去呈现给别人 两岁三岁的时候 他们要上幼稚园 可能家里面经济状况不好 那基金会很实际的 就补助他们这个费用 让他们来上幼稚园 找语言老师帮他们上课 那这孩子如果你错过黄金时期 其实那个购音的习惯会跟他们很久 第一时我得 他来打屁话 在大声 在大声 跟着同学一起唱唱跳跳 从幼幼班到中班 家俊越来越喜欢上学 我们约好采访的这天 家俊的妈妈 因为要赶去市场 做all day的生意而缺席 看着陆佩妈妈为家绩忙碌 小小年纪的她 更珍惜着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 你喜欢在这里上学吗 喜欢 在台湾还有大约300个 像家俊这样的孩子 他们努力认识自己的不同 接受自己的不一样 进而学习基本的语言及生活技能 要跟每一个父母亲的心肝宝贝一样 平等快乐地求学成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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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